筆記本先翻開 然後寫上你們的第三課 我們先把單字處理好 來寫上U3 第三課 然後一樣這個字叫Vocabulary Vocabulary其實這個字不可以去Y加ES 是因為V-A Vocabulary 這個字就是你的單字量 所以我們國中畢業大概 教育部規定就是1200個字 可是我們學校是2250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單字處就是2250 所以你們的單字量是比別人多一點點 好來那第一個單字呢 OK 阿倫 阿倫 然後這裡幫你寫個INT 這是你們第一個學到的 不同的東西啦 INT 寫下這個字叫做感嘆詞 聽說Ouch Wow Oops 這種都叫做感嘆詞 Introduction 可是其實 好嗎 INT寫著請 然後再來呢 請你備註的地方 E剛剛是INT嘛 就是請對不對 可是呢也請你寫一個 在這個E的旁邊寫三個東西 第一個 Please 大寫喔 加 原型動詞 動號 人民 這是第一個要寫的 我的動號要死心喔 用這個沒辦法寫 我的滑水今天乖乖的 好 句點 養三號習慣寫完句點 第二個呢 我可以把 Please放到居中 可是放到居中的時候呢 我就要 人民 搬到前面懷樂 這個時候人民放到前面懷樂 這個時候人民放到前面懷樂 第一個要記得動號 然後呢 我就放在居中 變成Please P-L-E-S-E 然後不要動號啦 加 圓形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還是人民 可是這個時候因為你有錢 有中 所以剩下最後的一個位置在哪裡 後面嘛 有個動號 VR 動號 然後呢 Please 對 好 再來你拿你普通顏色的比出來 因為我們要順便把狗幣拒寫上去 我換個顏色好了 我換藍色好咩 好不好 紅配綠好了 走錯綠 來 第二種 那第二種的話呢 是因為我要把它變否定句 還記得那個Please的否定句 你加起來那個輪胎 那個輪胎叫 P-L-E-S-T-O-N 放這裡 可是第三個 就要放在這裡囉 要放在這邊 Don't 動號 Please 也就是我剛剛斜線出來的地方 就是你要放動的這個位置 所以第一個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可是是 Don't 動號 Please 這個是起始句的肯定跟肯定 剛好就學完這一課的句型 好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你知道要寫的地方就是2 它當動詞的時候 就是取悅 討好 或者是八級 所以如果呢 你幫我寫的 拉出來寫2的地方 OK囉 也因為Please這個字可以當動詞 對不對 你幫我寫個A 寫個形容詞 那你被取悅了 你被討好了 你的心情其實是Please的 Please的這個字呢 就是開心的 愉悅了 加一滴 就變成開心的 記得喔 形容詞一定要等 可是因為我們人 其實有時候做人還蠻辛苦的 你沒有辦法要求每個人都喜歡你 所以呢 你就只能 其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羅席 盡量就好了 所以Please這個字呢 可以當成取悅啦 八節啦 討好啦 OK囉 那再來 這個 所以剛剛你們看到 聚首聚中聚尾 為什麼 在這裡聚首聚中聚尾 看到囉 好來 第二個單字呢 叫做put 那第二個put這個字呢 你幫我背出一個地方 好了嗎 put的地方 來 當動詞 因為它會用到你的手 所以只要從你的頭頂到你的腳頂 用得到你身上任何一個部位的 就叫做動詞 好看到喔 put當動詞 所以呢 可是跟put有關的片語太多了 所以來謝謝 put的第一個意思是放嘛 剛剛是放 對不對 所以呢 放東西下來 叫put 這樣 就是把這個東西放下來 put down your pencil 比如說把鉛筆放下來 put down your water 把你的水放下來 這是第一個 可是第二個有沒有發現 很特別的它等於斜 所以你說put your name on the paper 就是等於write的啦 簡單來說就是寫下來 把你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就是等於write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 然後寫了三 所以跟put有關的片語 我會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的第一個 第一個叫put down 寫著穿上 它強調的是那個動作 不是wear wear只是你穿著 它強調的是穿上 比如說put down your coat 天氣有點冷 所以把外套穿上去 可是第二個如果你要脫掉 就不用put了 不是 脫掉就變成 take off 可是第二個呢 叫put off 這個字呢 叫做拖延 Don't put what you can do today Never put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 Untill tomorrow 這句話就是 今日事經日幣 拖延 好 第三個呢叫put away 所以put away的話你可以把它說收起來 收起來 它牆上不是拿走 就是收起來的意思 收 收 收起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就好了 好啦 再來第三個單字呢 叫做Dish 那我真正直戰追蹤一個IG 叫Home English 我覺得還不錯 他每天都會教你一些還蠻新鮮的 就是一些現代的用語 然後那天我看到他用一張圖片 我有把它加到我的收藏裡面 你們可以Google搜尋 來謝謝 Dish這個字 當名詞的時候是一道菜 你要備註喔 它是a dish 就是一道菜 譬如說糖醋排骨 這樣子叫做a dish 可是你們吃啊 你們吃一個晚餐 絕對不會只有一道菜 不會這麼可憐吧 白飯配醬油 你的菜就是醬油 不可能 所以呢 你的這一道是可能大概三菜一湯啦 我們講的三菜一湯 那三菜一湯的話呢 你就會有三道菜 那叫Dishes 可是三道菜加在一起 就是你的一餐 對不對 一餐叫做A meal A meal喔 可是像我剛剛講的糖醋排骨 這是一個可能某人的拿手菜 比如說你們紅燒獅子頭 那那一種的話呢 會變成Delicacy D-E-L-I-C-A-C-Y 這個就是可能名菜喔 家養 就是一個很像有特色的菜 好 所以這三個其實都跟菜有關 好 再來寫個2 D-E-L-I-C-A-C-Y 好 等一下那個C-Y 好不好 再來寫個3 Double Dish 因為你們吃碗一定要洗嘛 所以呢 Dish這個字一樣可以翻成盤子 你會不會想要被人家當盤子 應該不會吧 我們大家都不能當澳洲來的客人 當然我們也不會想要被被當盤子耶 盤子這個字呢 你可以選一個盤子兩個盤子嗎 Dish這個字喔 你幫我背出它其實強調的是 你們知道你去吃日式料理的時候 應該都會 他會送什麼 納豆啊 黑豆啊 然後什麼 涼飯的那種 那個一小盤一小盤 那個叫做Dish 可是你們知道你們去吃寶貝 你會拿到一個白白大大的盤 那不是專生菜的 那不是專生菜的 是你要去吃 你一定是 我飯要一點點 菜要一點點 那個呢 你不要寫個小魚 Plate 這個字也是盤子喔 可是這個盤子呢 就會比較是很大的 錢的盤子 你們去什麼 頭髮屋可能 他上菜的時候 就好大一個盤子 一小坨的東西 看起來好漂亮喔 他會幫你畫畫那個嗎 那個 對對對 Plate 這個叫Plate 也是盤子喔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 好不好 好最後呢 寫個3 所以你吃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 洗碗 對不對 所以呢 寫個4 那洗碗的洗 特別記一下喔 叫做Wash the Dishes 或是Do the Dishes 在這裡 Wash the Dishes 哇 這樣不行 這樣多 4在這裡 這樣比較漂亮 Wash the Dishes Do the Dishes 那要你洗的盤子 規則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加上鹽子 而且我限定就是這個碗盤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 第二個 好了嗎 這是第1個 3 好來 然後看第4個喔 回去可以看影片啦 因為有聲音了 好來 那第4個單字呢 來我先看一下喔 這個字你們發現要寫片語 其實我喜歡的是片語 你知道嗎 它是兩個字 對 它是Let us 的說寫 可是 其實我每次 在講這個字的時候 我都會有點擔心 因為 的確 人家都會跟你說 這個Let 其實是Let us 的說寫 可是 其實 它在附加文句那一刻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不一樣 就像我那天 我昨天跟妳講說 我要在30日後看電影 假設我要上去看電影 她跟我去 那我不是有1PS的那一個 可是我問她媽媽 可不可以讓我們去 我用的時候 後面沒有1PS的那一個 所以兩個差別在哪 一個有參與到 一個沒有 所以這個第一個 要被住的地方在這裡 好那寫個2 可是如果是 讓我們不要做什麼事情咧 請妳家的 跟普利斯同步一樣的 對 他只能是 not 加圓形 let's not 我習慣用金灘號 其實這可能我的習慣不太好 不過的確啦 這有點像感嘆句的感覺 let's not 加圓形動詞 然後寫個3 幫我寫個let's me 打叉叉 或是let's him 寫let's him 你們最常寫是這樣 let's him go 讓他做什麼吧 放他自由吧 你知道這句是錯的耶 錯在哪兒呀 兩個受格 對 因為這個1PS 其實是 剛剛講的嘛 二詞的縮寫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放了這個1PS 他他就好了 對 就let's him 就好 let's him go 讓他去吧 所以那個 冰雪石原的那個 那一首歌叫什麼 let's go let's go 在外面要接圓形動詞 let's go 要記得加圓形動詞 好 再來 下一個單字 叫做try 這一個 你們看吃茶的廣告 應該看得到 try it 對 try it 沒錯 第一個try當動詞是嘗試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這樣講try it 叫熊 你要叫熊 try it 我進去看 可是呢 剛剛你有看到 我們的這個 頭文題上面寫的是2 這個是名詞 那名詞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 give it a try give 你怎麼用寫在這裡 give it a try 等於喔 相等 這兩個是相等的 只是差別在哪 一個是動詞 一個是名詞 所以give it a try 這裡沒有像比賽 好 漂亮 真奇 很好 好 所以try這個字呢 就是嘗試 好 然後寫個3 猜猜看喔 你就會說 他正在試著要離開 he is trying 那個trying 怎麼拼 tr 要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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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喔 請你寫上去 is trying 就是有ing 前面一定要有秘動詞 這兩個是引足的 你沒有意思就把ng去掉 有ng就把意思留著 這個is trying 不可以去歪喔 我曾經教過一個學生 他就跟我說這個sing啊 譬如說正在唱歌有沒有 其實he is singing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他永遠沒有ng了 為什麼他在ng啊 我真的有點傻眼啊 我說那你覺得這個單字原本是什麼 他又跟我說他是sing as ng 然後我就說可是對啊那就這個單字再加ng啊 他又跟我堅持 沒有啊他也就ng啊 所以呢你記住喔 不是他 所以表示你如果這樣講 表示他原本的單字做一個sing 你才會動詞加ng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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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原本的動詞加ng喔 好下個單字是台灣人 嗯 還蠻以為要的 應該啦 可是呢這一個字啊 其實我們講那個川菜 川味牛肉麵喔 真正其實我們的牛肉麵 並不是真正道理 其實我們都還有改良 因為台灣人吃的東西 算偏一點點甜 所以呢我們要拆開來看 第一個叫做beave 第二個叫做noodles 好那我們就拆開了 先謝謝 而且一個底詞就是牛肉麵 那noodle一定要加ngs 因為你會不會吃牛肉麵只吃一條 欸除非你吃那個長壽麵喔 長壽麵的話就是 如果你的阿哥你100歲 那個麵線他們是專門做的 就是一條線 它真的就是一條 而且你要站到椅子上 然後你要下來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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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因為你的阿哥越高 阿公就越常碩 所以如果不表現你一拉 都斷掉了全都蒸 因為你要體重掉阿公 這樣子啦不好不好不好 所以呢被子都是拆開 第一個先寫的E 叫做beave beave這個字是牛肉喔 牛肉喔 你覺得牛肉可不可數? 不行 對 它這個字是不可數 因為它沒有個物膩形狀 所以一塊牛肉 那你要知道的是牛排 steak 寫個steak 不一樣喔 steak是牛排 所以牛排館叫steakhouse 很特別吧 它用的是house 不是用rathard 再來寫個earth 那noodles呢 就猜猜猜看了 所以記得noodles這個字雖然是一條麵 可是因為我們幾乎都加s 基本上就記得加s就好 各式各樣的麵 所以雞湯麵叫chicken noodles 牛肉麵 big noodles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還好 就記得它一定加s 麵條就好了 好 再來第七個單字呢 叫做use 好 第一個你要 這個字要講超久 use 第一個e 是動詞是使用 來幫你一個第二個意思 利用 人啊 就像over my dead body 可能你會踩著人家的屍體往上爬 所以這個意思呢 除了使用之外 幫我寫個利用 等一下筆記應該就可以修回來改了吧 因為順便 這樣不會帶回去 就不用擔心弄丟了 好了 use 第一個 動詞使用利用 可現在來寫個2 叫做useful 叫做形容詞有用的 然後翻證有用的時候呢 寫個等於help 因為help本來就是幫他 所以你會發現 加上ful 就變成形容詞了 就是有幫助的 然後寫個3 無三小無用 我沒有放上號 我沒有放上號 ful呢 ful呢 就是充滿的意思 所以充滿的這個用處 就翻證有用了 那less呢 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的程度比較少 所以useless呢 是用不三小無用的 寫用詞 寫用詞 那sh 一樣 等一下的問題在一起問好不好 等我拿個碗 好 然後最後寫個字 use這個字當筆詞 可以 use 所以你要利用時間啦 善用 就像我跟你說 平常其實在學校下課時間 不要像動物園的動物一樣 在那邊追趕朋友公 甚至在那邊玩水館 你們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下課時間 就趕緊今天 知道的功課趕快寫完 教你回家的時間 都是你的 所以你要善用時間 利用時間 叫make useful 這個字也就翻成利用 你要好好善用 就make good useful 加個good就好 好 最後選個5 我寫在這裡 沒有人站起來看不到 我寫在這裡喔 看清楚喔 used 這個字呢 可以翻成二手的 所以use the car呢 就是二手車 中古車 use the paper呢 就是在生紙 所以這個就是二手的 或者是用過的 看你們喜歡切哪一種 因為我覺得二手的字 比方比較少 用過的感覺比方比較多 加了ED就是過去式啦 所以它就翻成用過的 來不及 那不然這樣好了 今天回去自己看影片 來不及了回去看明天我的手 好啦 下個單字叫做chopsticks 有沒有發現它加S 請問為什麼 因為筷子兩根 你用應該都用兩根吧 對不對 除非你每次吃飯都是2個碗 你就只是2個碗 2一個碗 可是沒有啊 我們大概就是一定是兩個 可是其實你要知道 這個也是兩個 都夾在一起 你先拆開 所以寫下1 chopsticks筷子 可是要幫我寫 先寫個2 所以一雙筷子 只要是身上成雙成對出現的 譬如說眼鏡啦 耳環啦 襪子啦 褲子啦 褲子啦 我們一律都apparel OK啦 apparel就是一雙嘛 簡單就是兩個兩個成對的 可是現在要寫個3 chop這個字 真的有這個單字喔 chop這個字喔 當動詞的時候是p 拿骨頭p砍柴 那個p有嗎 p的意思 好 那什麼叫做stick stick這個字其實就是一棍子 簡單來說是長條狀的東西 stick就是一根一根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背注就是 它是一名詞是word 所以你看我們的筷子 其實就是把木頭p開之後 讓它變成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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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所以呢 chopsticks呢就是筷子 好 最後寫個5 這個在日本比較看得到 我們台灣人比較喔 不喜歡用這個東西 叫做筷架 有看到嗎 這個 我剛剛記得我有看到照片 一樣 這個 筷架 筷架的英文怎麼 蛤 它就不見了耶 尷尬喔 sorry 我錯 好吧 學個5 對不起那你去看影片喔 來 寫上去 叫chopstick rest 給筷子休息的地方 不是我 我不是看的就是真的 這個 alpha s去掉 它叫chopstick rest 這個字你可以講啦 你如果真的要把變名詞 chopstick rest 就是筷架 你們家裡會不會吃飯這麼正式 就是一定要放筷架啦 湯匙啦 叉子啦 就是一系列要排好 沒有啦 所以這個字呢 就在日本可能比較看得到 好 好 再來 下個單字叫 delicious 這個字的話 如果你們現在國中生用delicious 你是幼稚園 你就不用這個字了 寫另外一個 超級無敵簡單的 yummy 對了 y-u-m-m-y 這是另一個 等於yummy 那你們剛剛不是有寫到一個delicacy嗎 什麼叫delicacy 對啊 就是好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字變化過來的 delicious是好吃的嘛 所以delicacy就是好吃的食物 OK啦 所以delicacy就是從delicious出來的 沒有 我只要講這個而已 沒什麼好講的 好 再來 下一個字叫寫清楚 因為寫錯你會變成gay 那就尷尬了 雖然呢 現在是性別平等法 欸不要去講一下這個喔 這個在英文裡面 你如果這樣去講 這是性別平等法 你是違法的喔 你會被罰喔 你會被罰錢喔 就是 絕對不能說的東西 算比較這樣 就是不要問這個字啦 反寫對就好了 那gay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大概你跟他 算疲憊 你們很熟 hey 大家hey ok 這個無法 所以這個字呢 就是犯傢伙 可以數 你知道什麼是gay嗎 知道 喔 所以 gay這個字呢 通常強調男生 男生 可是如果是guys的話 就沒有 因為是一群人 強調是一群 就不分男女了 小朋友 好的 來 下一個 應該是到底詞 是單話 來 下一個單字呢 叫做just just呢 是一個adv副詞 第一個呢 寫著就 是怎麼樣 或是指示怎麼樣 對啊 所以翻成指示的時候呢 寫個動力 He is only a kid He is just a kid 他就是小孩嘛 所以不要怪他啊 不要原諒 就不是原諒 要原諒他 要原諒他 然後寫個2呢 他的第二個意思 叫做剛剛 那之後你會學到 所以你先幫我寫 聽不懂的沒關係 我寫0方可以了喔 剛剛 記得喔 他動詞要加5D He just land 剛剛要離開 He just died 他剛剛渴了 懶得呼吸了 這是only 活動 或者是RIP Rassy P 是吧 所以剛剛的時候 大概動詞都會加1D 因為你瞧瞧 發生亡的 好 再來寫個3 什麼時候用到他 講電話 我說 喂 請問瑪麗在家嗎 你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叫做just a minute just a moment 都行 甚至just a second 你知道說 等我1秒 真的1秒嗎 不是啦 這個抽象的概念 second這裡不是第二 就是秒數 真的等1秒喔 所以just a minute just a moment just a second 就是just a moment 等一下 等5秒 謝謝 我講話很快 對 我趕快把它上網 不然答應 要考試的無等考 沒有考 好啦 來了 就這樣 沒有 沒有 好啦 下一個 叫做hand 沒錯吧 看一下 你在對話 不是 對話到第幾個單字 到13 沒錯吧 因為我剛剛從頭 我剛剛換用的13 好來 hand這個字呢 請問你左撇子還右撇子 要 正常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是右撇子 右撇子的人 是左腦比較發達 所以呢 大概我們都是 可能就是 我們的反應很壞 可是你是左手的人 你是左撇子的人 你是右撇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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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右撇子的人 你是左撇子的人 所以你的數學的領化會比較好 合理來說 像我是右撇子的人 大概就是念社會的人 那你如果本身是左撇子的人 你反應通常都比較壞 那你覺得手有沒有選 那你覺得手有沒有選 可以啊 當然因為有兩隻手啊 可以啊 沒錯吧 所以來一 寫個hand 要寫個 hand 當然 你也可以是hands 就是名詞前面一定要有w 所以直接幫我寫洗手 洗手怎麼說 wash your hands 為什麼 因為你兩隻手啊 沒錯吧 所以記得喔 wash your hands 這是洗手 中文講洗手 可是一定是兩隻手 原理要兩隻手在一起才能脫 好再來寫個二 這是你們最特別的 因為像我禮拜日來間 考慮全民意見的時候 它是規定 我們這個手錶 不可以像戴我現在手上這一隻 一定要戴那個 傳統有秒針的手錶 我找超久 因為我已經好久不戴那種 有秒針的手錶 不行 我們都規定 所以來第一個 要備註的地方 它叫幾針 寫上去 秒針 直針哪 其地方寫下來 hand 指針 長針就是long hand 短針就是short hand 因為長針是指分針 短針就是時針 在這裡 所以short hand跟hour hand 也可以 hour 就是時針啊 或者是分針 分針在哪裡 就不用寫一二三了 在這 這邊 好 那秒針就是second hand 所以你有long hand 有short hand 有second hand 有second hand 好還沒還沒還有 好啊 然後再來呢 要你寫的地方 我把它刪掉 因為我要用到的位置在這 來往下 因為這個都在這裡 我就沒關係了吧 就留給你們繼續抄 然後再來呢 幫我寫的左點子右點子 再來寫個四嗎 這是四嗎 來寫個幫助 可是幫助的時候呢 叫give the hand 一次給他一隻手就好了 給一隻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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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次幫他一隻手 就給他伸出你的援手 伸出小弟 伸出他的援手 圓圓的手 所以give your hand 那是給一隻手 就等於help一個人 可是比較特別是 好啦還沒還沒還沒 然後如果啊 你看到的是這樣 give somebody a big hand 我給他一隻大手 什麼意思 這時候不是小弟盪的 小弟盪因為全身都是原型組成 所以是給一隻伸出援手 什麼叫give somebody a big hand 幫他一個大手 不是 這樣 叫做give somebody a big hand 開手 很特別吧 clap 就是clap hands 所以有一隻大手 跟沒有一隻大手 差很多喔 就clap your hands 就是拍手 幫他加油 幫他打打氣 看來真的沒辦法 考試了 好啦 再來寫個六 hand當動詞的時候 身體不交 所以其實你們今天 應該交的作業沒有 有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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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寫個hand 那hand當動詞的時候 要提交的時候 幫我寫個hand in 大概都會加個in 對 交作業 hand in your own word 加個in上去 hand in your own word 交交 好 對 好 這裡 就給別人 幫別人 鼓掌拍手 這樣可以 最後一個 叫做brain 對不對 brain 當動詞的時候 是攜帶 他強調是隨身攜帶 就是大家 你身上隨身攜帶 所以brain 當動詞 叫做攜帶 那你要把它拿走 帶走 就用take 你就用另外一個字 所以這個brain 這個字呢 大概沒有 沒有什麼要寫的 就是記得 然後幫我寫個brain in 寫個e好了 e是 m r 我只是要提醒你 brain 這個字 你不要說媽媽 他已經有ing了耶 不可以再加ng 沒有啊 你還是要再加ng brain brain 就是正帶著一個東西 那你有ing 前面就要給我吃 我吃提醒 這樣可以 好 單字的部分 沒了 那我們就來看動畫 please bring your favorite dish at Jason's potluck hi Rosa come on in please put your dish on the table ok thanks let's try the beef noodles they're really good Marco let's use chopstick oh no that's not easy just give it a shot let's have tacos they are delicious hey guys don't use chopstick just use your hands that's easy hey Marco where is your dish uh I'm sorry I it's fine just bring two dishes next time just bring two dishes next time at Jason's potluck 什麼叫potluck 來看一下 在這裡 右邊 在這裡 看不懂的幾家 什麼叫potluck 它是兩個字 potluck 是鍋子 所以火鍋 叫hot potluck 火鍋 熱熱的鍋子 叫hot potluck 所以第一個luck 是運氣 它沒有好壞喔 luck就是單純的運氣 所以potluck 基本上就是每個人帶一道菜籃 所以如果擬集 應該就帶普德基 啦 帶什麼 胖老爹啦 不帶這樣就好了 然後tuck 這個字呢 就是墨西哥的捲餅 我們是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啦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這兩個字 好啦 那我們來看革命 所以呢今天呢 他們是來這個地方 第二個 來幫我把Jason eps 圈起來 因為這是他的參會嘛 所以要eps 那at呢 包容拉出來寫 寫個加 小地方 大地方我們大概不是e 就會用e的 所以我們強調的小地方 我們用的就會是at 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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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up 括號 你可以come in就好了 那通常你會 come on in的意思 大概就是 趕快 有一點點催促你的概念啦 就是趕快進來喔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來 大一點 來 這樣看到嗎 所以come on in呢 其實是一個還蠻 打招呼 不就趕快進來 所以come on 是刷的咩 come in 是進來喔 兩個意思不一樣 那加在意識的時候 就是趕快進來 強調有點催促你的意思 所以他有點邀請啦 那第二個come on 那有一個意思是 加油 快喔 少來了 欸 聽說啊 他偶爾變得了e come on 不要騙我了 不要幫我當那個白癡 所以come on 的意思呢 有快點啦 加油啦 得了唄 就這樣 好了 第二個 所以呢 Please put your dish on on the table 這個字拉出來寫 每個都要點 這麼麻煩 來 畫一下好 因為我第一次用他們的電子書 來 因為呢 Jason他是一個主人 所以他參加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因為他才可以決定我東西放在哪裡 所以他就跟他說 Please put your dish up 來把這個put up 放在一起 然後第二個呢 把這個on the table 三個字圈一下 然後table寫個不等於desk 像你們有抽屜的嘛 這叫薰桌 叫做net table大概就是餐桌 比較多啊 有啊 比較有餐桌的抽屜 不要有耶 table大概就是翻成餐桌 desk大概就是翻成薰桌 你可以這樣子去區分 所以你 麻煩你 把你的那個菜啊 放在那個桌子上 好 然後他就說啦 因為每個人都翻自己的東西來了嘛 所以他就說 Let's try the beef noodles 來把這個let's try這個let's先圈 let's是哪兩個字的說寫 let's 可是要知道的是e 來幫我寫一下 let's上面寫個加圓起 所以let's go 你會加圓起 好 然後第二個呢 幫我把try的地方寫個等於taste 因為有時候你只是嘗鮮而已 就算你吃鴨蛋 但你應該不敢eat 你應該就是taste 就是一小口就好了 那個叫taste 就是嘗一下蠻多味道 我想到就覺得很噁心 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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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所以let's try the beef noodles 那為什麼要加個了 你知道嗎 限定 對 你不能吃墨西哥卷壁 你不能吃我家的那個什麼糖醋魚 你就是只能吃這一道牛肉麵 所以這個le呢 就是限定 限定這一道牛肉麵 好 再玩一下 然後就 去人家家裡嘛 所以還是要講這句話 they are really good 那這個類指的是誰 來畫到上一行 指的呢 就是the beef noodles 我故意把這個 念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它是故事 最近也有類 就是幫它麵條啊 幫它牛肉啊 都蠻好吃的耶 所以這個個子呢 你可以講它就是 就是yummy啦 delicious啦 都蠻好吃 OK囉 好 再來往下 說Marco Let's try chopstick 因為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的餐具啦 像我吃飯其實我不用快滴 我不太會拿快滴 我吃飯都是拿茶滴 就知道人家我都吃啦 茶滴 可是你說你會 拿茶滴可以吃嗎 可以 我跟你說吃麵用茶滴超級不便 而且呢 購玩也不用擔心它 讀過遠去 購玩也要跑這樣 就啪 這樣子就好 快速可以跑 我覺得茶滴是要我用的 所以呢 那個Let's use chopstick 第一個 一樣把這個let's圈起來 寫個加圓形 然後第二個呢 在前面幫我寫個 括號 NOT 我只是提醒你啦 就是它的縫定就是NOT 所以讓我們來用筷子喔 所以呢 因為Tucker 應該啦 因為他在吃牛肉麵的時候 要拿茶滴嘛 可是牛肉麵 畢竟這是我們台灣的文化 所以我們台灣還是大部分的人 拿筷子咧 慢慢地 換一下餐具咧 所以這個就是要體驗一下 每個國家的餐具 那去印度怎麼辦 用手 用手啊 對啊 結果他就說 Oh no Let's not easy 這個let's指的是誰 往上話 印度是吃火鍋的嗎 喂 這是我還講的 所以你可以帶印度人去吃火鍋 看看他的手在那邊很忙 焦慮的小手 要不要幹怎麼辦 好啦 再來 Just give it a shot Just give it a shot 對不起 來 Give it a shot 就是Give it a try 寫上去 Give it a shot Shot的這個字其實是在 你如果以後是要念光光科 或餐飲科的 Shot的就是30cc的一個小杯子 那一個Shot的意思就是 一小杯30cc的那種東西 所以像你喝 像我喝拿鐵嘛 我大概就會倒了Shot 就是兩個 就是再加一小杯的紅桌咖啡 喔 拿鐵這樣太好了 所以Shot的這個字 你記住喔 如果當鼻子的時候 是30cc的飲料 可是當豆子的時候 好了嗎 打針 你們不是打了BNT嗎 Give it a shot 就是打一陣的意思 所以在這裡它是try 不過它太多意思了 所以你早知道大概 有哪些用法就好 好了 所以它就這樣 來 tuckles 把這個tuckles的s 宣起來 然後第二個have寫的 等於eat eat大概就是吃固體喔 我要提醒你 eat是吃固體 那have是固體還是一體 東西 對 它是固體 加一體 所以吃早餐 你要用eat還是喊 喊比較多 對於樂團大概就是吃大餅 配大餅 大餅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前方公認的 啦啦啦啦啦的東西 就是你喝了大餅 奇怪喔 團隊的大餅 就是讓你可以 有進有出 身體健康的那種概念 知道嗎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其實我也不知道 好啦 再來它就是 它吃完之後 累啊 這個累 一樣 這只是提醒你 因為這次考試很多人 但說不說都搞得清楚 所以這裡為什麼會用eat 用的是累 要記住 好啦 Hey guys Don't use the chum stick 來啦 動的前面幫我叫個please 其實如果它沒有叫please 當然不算做 可是我會建議你叫個please 因為畢竟這是去人家家裡 所以有禮貌力一點 所以please don't 就是please don't 記得 這個字叫做動詞 豬動接什麼 原動 對 飛起來 動會怎麼接原型 Don't go Don't stay Don't talk Don't eat 所以請你不要用筷子了 Just 這個just 這個only Just use your hand 好來這裡包行個原型 為什麼 命令 祈求 妖器 盡視 這種有什麼原型都不太懂 所以請你用手喔 而且幾隻手 兩隻 你知道嗎 就一看到用手 Oh That's easy 太簡單了 Hey Where's your dish 因為每個人都帶一道菜來啊 然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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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It's fine OK 沒關係啦 It's alright OK 其實真的是這樣喔 Just bring 2 Dishes 因為這是沒帶嘛 所以下次請你補一道 對對對 所以請你下一次呢 就是要帶兩道菜來 第二個把這個next time 寫個下次 下次喔 可以強調下次喔 沒關係 你下次就負責帶兩道菜來就好了 好了嗎 好啦那就先到 好嗎 好嗎